大家好,欢迎来到PolyU&U 讲座 我叫做Wing Li 今天和大家讲的讲座,题目名是《纷纷语言学》 我是香港理工大学人民学院中文及章语学系的老师 我任教的科目以语言学入门和语音学为主 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语言学 这些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些主题 会和大家首先讲解一下语言学这个学科是什么 然后透过一些例子介绍一下人类语言的一些特性 然后也会透过另外一些例子去看一看其中一种语言的现象 叫做Ambiguity 奇异 然后也会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语言学这个学科里面有什么核心的分科 最后也会和大家看一看一些例子 讲一讲语言的变化 其实我和其他读语言学的人一样都有一种想起的经历 其实就是当人们知道我们是读语言学的时候 都会有两三个相似的问题去问我们 他们可能会问你读语言学就是去学什么语言 又或者你读语言学就是会讲多少种语言 其实我希望透过今次这个讲座和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读语言学就不是去学讲某一种的语言 而是将语言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的学科 所以如果简单来说 我们语言学的一个定义就是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就是对语言的一种科学研究 当然同学你们在学校里面都会学过一些科学的科目 比如说你们学化学就是将物质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 去研究一下它们的特性、结构、变化的规律等等 又或者你们读生物学就会将生物作为研究的对象 了解一下它们的结构、功能或者发展的规律等等 所以语言学就是一种这样的学科 将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们所谓的科学的方法 其实就是以理性的方法去到观察、去到收集一些自然的现象 然后我们因为对于这些的现象是很有兴趣想了解 就是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或者背后的原理、原因 所以透过这种方法 大家首先去观察一下身边的现象 然后你对于这些现象有兴趣想知道多些为什么这样发生 然后你也去提出一些假设 就是说有什么的可能性去令到这些现象发生 当然你提出了一些假设之后 你就会去做一些生物的研究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实验去检测一下 究竟你之前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 所以做科学的研究其实也是相似的过程 最后我们也会去到更加了解这些不同的现象 吸收到新的知识 这些知识也有不同的应用 所以如果说关于语言学的话 当然你可以有很多问题去发掘 比如如果你们会觉得 为什么这些小孩子好像很快就可以学会说话 究竟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是语言学关心的一个问题 又或者你们学英文的时候 当然要学grammar 然后你会比较一下 如果在讲广东话和讲英文的时候 那些形容词都会出现在名词的前面 比如说black card 黑色的青 但是你们有没有问过 那我可不可以倒转它来说 就讲了那个名词词 然后讲那个形容词呢? 这个也是关于语言本质语言特征的一些问题 有或者大家有没有见过某一些句子 可能是有多过一种的解释的话 一会我会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两句话 Peter is waiting at the bank 和The boy saw a man with a telescope 是可以有多过一种解释 原因是什么呢? 有或者大家在生活上 会见到一些地名街名 为什么他们的拼写和现在我们的发音又不同呢? 比如说大家会读尖沙嘴 如果叫大家去拼音 大家是不是应该会写sa 沙? 但是为什么是写成sa呢? 这些我们稍后又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想和大家透过一些简单的例子 去思想一下语言的本质有多少方面 我们首先去看一看这些词语 大家会见到这些词语有什么特别呢? 我就想大家自己去读出来 读出来的时候 一会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我想大家去留意这些词语哪些方面 大家都会认读 这个是广东话的c 接着这个是英文的c 然后下面第二行就是英文的c c c 接着下面是广东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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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接着第四行是 beep crash meow OK 那究竟我想叫大家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提示 我想问一问大家 究竟这些词语 在英文或者广东话来说 他们的发音和他们表达的意思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c的意思和他的发音 或者英文的c的发音和意思 接着你又看到 在不同的语言 有些词语是会有一样的发音 但是有不同的意思 又看到有些词语 所以他的发音和他想表达的意思 是很接近的 好像在模仿他要表达的那个声音 原来我想大家首先去认识的 就是这个语言的本质的特征 就叫做arbitrariness 任意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语言里面 绝大部分的词语 他的发音和他所表达的意思 是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的 即是一种随意的用意的关系 当然大家刚才看到 有一些词语 他们的发音就是模仿某些的声音 是很接近他们所表达的意思 这一类型的词 就叫做以声词 但这一类型的词 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是只佔很少很少的 所以绝大部分的词语 它的form 即是它的外形 它的发音和它的 meaning 它代表的意思 表示的意思 是一种随意的关系 所以我们将这些符号 称之为symbol 语言的符号linguistic symbol 首先希望大家记住这个任意性 稍后我会再提及这个的概念 下一个要介绍的语言本证特征 又请大家去看一看一些生字 这三个生字 英文三字 top,port,opt 大家知道是有不同的意思 接着是广东话的加和亚 我又想要大家留意些什么呢 又是他们的发音 发音又告诉我们 语言的本质是哪一方面特征 我又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这几个生字 这几个的词语 他们的发音 包含什么音 又或者是同一行的 这些生字 他们的读音、发音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如果在英文的生字这里 刚好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听写、算法 也挺接近他们的发音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粗略地画 这个三个的三字 都是包含三个音 特、欧、特 三个都是 而且三个都是 因为有这三个音 只不过有什么不同 就是他们的排列有不同 当然我们中文字 这个 没有表达 不是听音文字 就是看不出 它的读音 但是大家懂得读 加和R 那大家会说 每一个字 包含多少个音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答案 都是两个 好像K 然后就是R 这样的音 所以一个是Ka 另一个是Ak 那和上面的有些相似 他们的包含音 都是一样 但是表达不同的意思 好了 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介绍的第二个 很重要的语言的特征 就叫做Duality 双重性 这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见到的 我们的语言 其实是由两个层次去组成 低一点层次的一个就是一些独立的 单独的一些无意识的音 好像刚才我们英文的例子 T O T 他们单独的时候是无意识的 但是我们的语言 是可以将它们听在一起 听在一起一个连串 一个combination之下 你就可以用它们制造不同的意思 对不对 代表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词语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词语的时候 比如我们生活有些新的事物 新的发言 新的情况等等 我们想创造一些新的词语去表示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旧的 已有的词语 再重新组合 再表达某个意思 同时你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词语 就是怎么创造呢 就是将你已经有的 每个语言里面 那几十个 无意识的 这些最小的单位 如今的单位 将它们合在一起 重新的组合 变成 你可以呼吁它们 有不同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创造到新的词语 好了 再加上刚才 大家记得 我第一个和大家讲的那个特征 arbitrarianness 对不对 就是随意性 任意性 就是说其实它们的发音 和它表达的意思 是没有坚言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创造到很多不同的组合的音 来到表达不同的意思 所以我们语言 是由这样重要的特性 以至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去创新 创造一些新词 当然大家都要留意到 我都会和大家讲的 就是这些的combination 这些的组合 是会有一些的规律 有一些的规限 不同的语言 它们包含不同的这些最小的语音的单位 声音的单位 而它们的组合 都是用自己的规律 所以语言学家去研究语言的本质 研究这些组合的规律 好 希望大家记住 今天和大家讲了两个特性 先 arbitrarianess 入医声 或者除医声 和duality 双藏性 一会儿给大家看的 另外一些例子 我们都会应用这些概念 好 这里 刚才我问大家的 这个形容词 我们在英文 它就出现在这个名词的前面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在名词的后面 这样说呢 大家当然会知道是不可以 因为这样是不符合英语的gram 英语的语法 等于说不符合它那些排列的规律 组合的规律 但是这种组合的规律 其实在其他的语言又会不同 譬如说在法文里面 他们大部分的应用词 就真的出现在他们所形容的名词的后面 所以这几个法文的例子 Une va du noir 这个是黑色 它放在这个车的后面 Une maison bleu 这个蓝色 它放在那间屋 用的名词的后面 Livre et d'raissons 一本有趣的书 那些的形容词都放在下面 我又问一问大家 你看这些的data 你看这些这样的语料 材料 这些这样的 连连连组 大家会不会看到有些什么特色 他们的gram 他们的语法 语言的法诈 语言的规律 和英文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们说你做语言学的分析调查研究 首先我需要大家的观察力 因为你去收集 所有有关语言的印象 这些材料 然后你去做一些比较 做一些研究 你会看到 原来这里翻译成为 这个independent article 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的形式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形容词 当它和这本书去配搭的时候 又有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些所有的 所谓的配搭的组合 或者这些形式的经验 都是属于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 好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然后就告诉大家 第三个我想大家记住 语言本质是什么 大家又再看看 这里有三句说话 大家知道Linguistics是语言学 然后如果我说 I love linguistics 好 接着第二句 我就将它加长 我就写 You know that I love linguistics 接着第三句 我继续加长 You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love linguistics 好了 那大家看到这三句说话的时候 可能都猜到 我问大家做些什么 我就是问大家 你可以将第三句继续加长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加多长呢 有没有一个限制呢 其实似乎是 我们可以不断的加长 不断 你够气的时候 可以不断说 不断加长 无资金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这些的规律 可以重复的使用 就是说 这些的 无论是音也好 词语也好 它们的排列 它们的combination 这些的组合 都有个规律 那这一种的 词语组合成句 这一条规律 你可以重复的使用 以至呢 你可以造成 无限那么多的 这些的句子 然后我又想问一下大家 这些的句子 头三句 对于大家来说 是不是新的 未听过的呢 可能各位同学 这次可能是第一次接触 语言学这个方面 是吧 可能是因为 有一个这样的公开讲座 大家见到 有一个这样的 关于语言学的讲座 才去报名中间 才是第一次知道 所以其实你是第一次 听一个这样的句子 I love Linguistics 或者You know that I love Linguistics 但是为什么 你又会 好像不需要 特别的困难 你就能够理解得完呢 究竟我们 对于 我们所认识的语言 我们会说的语言来说 我们是会知道些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去接触 这些新的句的时候 是这么容易 就能够理解得到呢 这个就是我想 介绍给大家的 第三个关于 人类语言 还有两个特征 就是Structure 刚才见到我给大家的例子 D的结构是音的组合 跟着句子是次元的组合 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的语言 是有很多的层级 每一个层级 有他们自己的 那些主要的元素 跟着他们的组合 是有一些的规律去规定了 然后你是可以透过这些组合 去到传达意思 所以我们说grammar 语法 语言的法则 其实就是说到 这些语言的结构里面 不同层级 不同层次的 这些组合 当大家去认识到 或者你是懂得一个语言 你懂得说 懂得听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掌握了 这些语言的法则 因为你懂得怎么去 将那些的音组合成为词语 将那些词语组合成为句 要达不同的意思 所以 今次 我和大家首先说了 有这三个方面的特质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更加理解到 究竟语言是什么 刚才大家会见到 是有结构 或者复杂结构 有不同层级的一种系统 而这些系统 他们的单位 就是不同的symbols 不同的符号 象征的符号 就是说他们的外形 他们的form 他们的音 和他们表达的意思 没有一个必然 没有一个浪漱的关系 而我们会用这个系统 去作为沟通的工具 表达我们的情感 思想等等 所以语言学就是 将这一种语言 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 我们透过各种方法 去发掘 去发现 这些语言的运作 语言的特质 语言的特质 语言背后的原理 语言的使用的情况等等 好 在这里 我就想再多介绍一点 因为我们讲起language 讲起软言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符号 猜不猜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的 教育文的二字 下面这个部分是口 上面这个是伸出来的舌头 这些话代表舌头的动作 就是表达我们说话 所以其实在英文也好中文也好 这些关于语言的词语 都是跟尼有关 或者这个language的内容 都是跟tongue有关 大家应该都会猜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 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 你很明显看到我们的嘴巴会动 或者条例会动 等等 所以其中一个语言学的分支 或者我自己的主修的学科目 用语言学去研究 我们发音或者说话的时候 整个过程是怎么样 大家有了刚才的基础知识 知道语言有一些特质 有随意详 任意详 或者双重性 和结构的时候 就让我去介绍一下 其中我们语言的一个印象 如果刚才大家有印象 我就说我会解释一下给大家听 为什么那两句英文 是可以有多过一句意思 antiguity其义就是这样 即是说你那句话 是可以有多过一种意思 我就想介绍两个原因 给大家知道 首先我们又重温一下 刚才那句英文 这里就说Peter is waiting at the bank 我估计大家可能即时会想起 可能是一种这样的情况 一个男士叫Peter 他在银行那里等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 英文里面这个写法 这个读音bank 又可以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提案 在河边 所以这句话 正正是因为这个的词语 刚才我们说词语是什么 form 和 meaning的组合 就是它的读音 和它的意思是这个的结合 这个form 原来它是可以有两个不相关 不同的意思 所以令到整句话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如果你只是看到这句话 其实你是不知道 究竟说话的意思 是指这个情况 还是第二种情况 你如何可以比较确定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凭那个 context 上文下理去推断一下 究竟它说的是这个 bank 是哪个人 还是哪个人提望 哪个人提望 好 接着下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The boy saw a man with a telescope 看完镜 这句话 大家看一看 你能不能看得出 可以有两个意思呢 第一个意思呢 第一个意思呢 是 望远镜是个男孩的 他是用望远镜去看到一个男人 而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 那个男孩见到一个有望远镜的男人 大家再看一次 看一次这句话 看看是否可以看得出 这两个意思 如果我们将这个句子 用一些的图像 去到表达它的内部结架 structure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原来呢 刚才我解释给大家听的 那两个意思 是因为这句句子 那些词语的组合 可以有不同的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组合 即是说 第一个的意思 意思 这个的 男孩 是以望远镜 见到一个男人 这些词语的组合 和第二个意思 但是 那些男孩 看到的是 拥有 或者带着一个 望远镜的男人 是不同的 所以透过 刚才这两句 英文的句子 产生的奇异 大家对于今天听到的 语言的特质 几个方面 那些的任意性 双重声 和这个结构 这个方面 你就会看到 比如说 刚才这些词语里面 因为这个 它的音和它的意思 是可以有这样的 随意的关系 所以你同一连串的音 可以用来 表现不同的意思 甚至是同一个语言里面 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 在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一些 有趣的奇异的例子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有两种奇异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这个词语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另一个是它的内部结构 句子结构 有不同的结构 引起不同的意思 在生活里面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 这样的奇异的情况 甚至有一些都是比较有趣的 例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这样的一个 新闻标题 当你这样读的时候 大马与求赛里终为奪冠 马国明放假一天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得到冠军 是马国明放假呢 原来 大家会知道 有时候这些报纸的标题 他用很浓缩的写法 他的一些名字和词语 简直 马国其实是马来西亚国 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羽毛球高手 所以他赢了一个重要冠军 大家放假庆祝 所以跟这个马国明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明就是明天 又或者大家看到这句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是蛇被判囚一年呢 挪威农民饿死 遇四百只猪判囚一年 这一句也是跟你那些词语的配搭 句子在这里分 等等有关 那当然你看回内文 你会知道 是因为这个农民 我看了那些书 所以农民是猪判囚一年 不是那些猪判囚一年 所以在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 是要么会跟那些词语的意思 可以有不同而引起一些奇异 比如说这句你可以得出四个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 Vax是肩幅又或者是这个棍子 这样解释 跟着梳可以是见到C的外籍 或者是个这个动词 所以你可以写这三个词一切的时候 得出四个意思 然后有一些笑话 当然会利用这些奇异 例如说 How can you prevent diseases the disease is caused by biting insects 你一开始想 我可能会咬人的那些虫 我怎样去避免 怎样去避免它们引起的 其实这种搞笑的说话 他给你的答案就是 Just don't bite any 所以他是以这个奇异 去做这种笑话的原理 因为你这个的biting可以去咬 即是他那个的理解是 我怎样去避免因为咬那些昆虫 而引起的病 他就说那你就不要咬了 这一句也是可以引起奇异 原因就是more intelligent leaders 这个也是因为这些词语的组合 可以有不同的结构 引起的 所以第一个的意思是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更多的有智慧聪明的领域 而第二个意思就是你需要更加聪明的领域 所以都是因为这几个词语 可以有不同的配搭 不同的组合的结构的方面 人气的奇异 好,那下面这些的例子 就其实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就这样听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一些词语是同音 所以有可能在某些句里面产生奇异 譬如说当我读给大家听 这个的评音 广东话评音是犯罪 大家会想起什么意思 犯罪和犯罪 一样的意思 所以有些情况之下 可能是因为这些同音词 会令你引起奇异 好,另外我也想问一问大家 现在大家知道了 有一些这样的奇异的原因 当我们看到新学生宿舍的时候 大家是否开始可以理解到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呢 就是给新入学的学生宿舍 或者是一些新建造的学生宿舍 又或者谈完这一句 它已经走了两个小时 这个是因为什么引起奇异呢 是因为它走字 走去走路走或者离开 甚至是一个偉软的方法 所以它过身那种走 这个又是什么有趣的笑话 就问大家 这些Footballstars 为何这么酷呢 它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它就说 因为它有很多Fan 好,大家知道Fan 可以使用这些风扇 对应COO的意思就很快 很多风扇也很快 另外一个Fan的意思就是 这些涌凳、球迷 所以它就是很酷 好,那 再有一点时间 我想最后跟大家说 关于语言学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Fan 简单的定义 对于语言科学的研究 所以在语言学里面 核心的那些学方 其实就是去研究语言的这些不同层面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关于语音 它们究竟是有什么音 如何发出来 接着它们的组合是如何 接着词语的内部结构是如何 词语和词语组成的句 那些特征又是如何 词语所表达的意思又是如何 又或者在实际 语言的 构端应用的里面 究竟那个 说话的人说话 或者他所表达的意思究竟是如何 或者他想利用那句说话 去做什么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语言学里面最核心去研究的 那当然语言学的设计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 那然后呢我就想和大家看一看这段片 这个呢是google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示范 大家留意一下 在片里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去打电话 去预约去salon那里 那咱们大家去听一听先 像我说过前面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们 帮助你们做的事情 发生了 发生了一大部分 发生了一切 发生了一切 发生了一通电话 你可能想要 发生了一项消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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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发生了一项消购 发生了一项消购 我们认为 AI能帮助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例子 Let's say you want to ask Google to make you a haircut appointment on Tuesday between 10 and noon. What happens is the Google Assistant makes the call seamlessly in the background for you. So what you're going to hear is the Google Assistant actually calling a real salon to schedule the appointment for you. Let's listen. I'll have something out for you. Hi, I'm calling to book a woman's haircut for a client.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on May 3rd. Sure, give me one second. Mm-hmm. Sure, what time are you looking for around? At 12pm. We do not have a 12pm available. The closest we have to that is a 1-15. Do you have anything between 10am and 12pm? Depending on what service she would like. What service is she looking for? Just a woman's haircut for now. Okay, we have a 10 o'clock. 10am is fine. Okay, what's her first name? The first name is Lisa. Okay, perfect. So I will see Lisa at 10 o'clock on May 3rd. Okay, great. Thanks. Great. Have a great day. Bye. working 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是很自然流畅 当然大家都会知道 如果需要做到这样的技术 你对于语言的结构、本质、运用等等 都是需要很深厚的这些认识 然后才可以写到这样的程式 所以我就会邀请大家 对于这个语言学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知识 还是上代发掘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从事这个语言学的研究呢?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语言对我们来说是人类独有的 一种的本质、一种的能力 其实我们去侵入认识语言的话 其实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当我们研究语言更多的时候 对于其他学科的运用和攻堅都是可以很大的 我今天就不会有太多时间 去和大家讲这个问题 不过我开股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尖沙嘴寫成SHA呢? 原因就是19世纪的时候有广东话 它真是读成SHA的音和 其实有很多的文件保留了 让我们知道 超过一百年前的那些广东话的发音是怎样的 所以当我们翻查这些字典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沙田的沙 真是以SHA的平音 而大家也会知道最近我们 理工大学的港铁站就是洪坎站 你也会知道它是穿成HOM 就是HOM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 当时也是读成HOM的发音 也就是说语言是变化了 所以其实在这些生活的里面 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关于语言的事 语言和我们的生活小小长官 大家每天都在用语言 而语言也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 所以最后我也邀请大家去见识更多 关于语言发掘更多语言游戏的地方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